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收看的是燦爛食物汇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仲祥燦爛食物汇客室 石油公司信用銀杰中心PN 公民信用銀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的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來 大家去討論在所謂的爭議性 或是衝突性背後 重要的社會結構 或是在制度上面的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在很多的媒體當中 在看到一個社運抗爭的現場 大部分都只有看到衝突 可是我們常常在講說 一個社運的衝突 可能只是這場抗爭裡頭的 大概只有不到1% 2%的部分 它背後其實有更多的故事 更多的這種所謂的 和平理性陳情的過程 它其實是沒有被注意到了 那在前幾天板橋的 這個在板橋地方有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眷村 或者是看起來像是一個 農圈的這個地方 其實受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在板橋的大關社區 它面臨到這個拆除的命運 那其實這個地方 其實跟一般的都更 恐怕是不太相同 因為大部分都更 可能是來自於這個居民的意願 或者是來自於財團廠商 這些所謂的大的企業 它建商想要去做一些改建 可是這個地方其實是國有地有 一個很不一樣的案例 所以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大關治救會的成員 鄭仲浩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仲浩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所謂的大關社區 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好 可以 就是說大關社區 它是在位於板橋 那個福州的大關路二段上面的一個聚落 那就是說 那個大關社區 它是緊鄰於板橋榮家 那過去 為什麼這個大關社區的歷史脈絡 是在於說板橋榮家這個位置 過去是富聯一村 那富聯一村當時是 那個國民政府 那個遷移來台的時候 然後為了大量安置這些軍券 那富聯會當時這個民間組織 帶有官方色彩這個民間組織 它就在福州當地成立了 建立了很多眷村 那板橋榮家現在的位置就是當時 富聯一村 對 那個富聯一村其實也有 具有一些示範意味存在 什麼樣的示範意味 就是當時就是富聯會 它 就是國民政府為了就是在 之後未來在台灣各地開始進行 那個新建眷村 那富聯會就開始 第一個是做下這樣的富聯一村的眷村 那其實那個示範意味在於說 為了就是安置農民 然後我們第一個蓋了這樣的眷村 全台灣第一個這樣的眷村 然後以及算是蠻大的一個眷村 所以它跟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軍券的眷村 是不一樣的嗎 其實概念上是一樣 因為它還是在安置這些軍券 對 然後像我們有時候軍民它 就我們了解那時候軍民都會講說 那是蓋給那些戰 就是有些軍民的 老兵 老兵或是說老兵的家屬 沒有沒有 老兵可能已經在戰爭中過世的那種狀況 對 那大灣社區它 它是 它其實跟這個眷村又有一點差別 是在於說大灣社區 這個地方 它是透過跟複聯會合資招商 當時複聯會在蓋完複聯益村之後 然後它就是對以外向這些軍券說 你們要不要跟我合資招商 我們一起 你們出一些錢 然後我們出一些錢 我們來核蓋這樣子的福利總統 所以它不是純粹的由退府會 或是由國防部他們去設立的眷村 而是由複聯會跟軍券 他們去合資 對對對 當時在 當時在福州那一帶的眷村 我們都是複聯會去蓋的 不是說官方有一個單位 它是去做怎樣子的興建 對 然後 所以 那個整個大灣社區 它過去是一個福利中心 就像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菜市場 那它就是主要是供應整個複聯一村 就是日常的民生用品那些東西 或是說一些食物那些 對 大家想得到的 那就是菜市場的內容 那 所以當時那個居民 或者說軍券 很多就是像跟複聯會簽下的一個契約 契約是說我們合資一起興建 來蓋這個福利中心 所以這個契約就會成為到現在 就是居民會一直提到這個契約 這個契約它是某種 就是當時是有這樣子的 代表著一個合法權員的存在 所以你在這樣一個這個社區裡面 其實有一部分的所有權 產權是屬於複聯會的 有一部分的產權是屬於軍券的嗎 應該是說那時候蓋完之後 那個契約上面是寫 複聯會租給 租給 雖然是聯合去招商 但是還是用租人的方式 租人的方式 OK 那 當時複聯會它 它是藉用鄰家板橋鄰家的地 然後來蓋這個複聯一村 以及就是說也跟這些軍券合資招商 然後形成了這樣子的一個複聯一村的一個 一個系統 就是說有券村有福利中心 那其實當地也有附近有很多眷村 是同樣的狀況 對 那 那 就是 也是在於說當時的歷史脈絡 就是剛才提到的 為了大量安置軍券 然後 就是說在附近也蓋了很多眷村這樣子 所以 他們在這邊居住了多久的時間呢 從 那個民國四十幾年開始已經大概 有些居民最久的已經住60年了 將近60年左右的時間 那住在那邊 就是可以在那邊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去做他的生意 好好的這個終老一生 那為什麼又引發了一些爭議 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談到說 大觀社區為什麼 這個 應該說 複聯一村 在 呃 民國五六十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了一個那個 水災 風災 那 風災之後 那個複聯一村整個就 就荒廢了 嗯 當地的許多眷村都荒廢 那 除了 就是發現說複聯一村還有 附近的複聯二村複聯三村那些東西 那些眷村都被廢棄掉之後 然後 有些都移到了 就是 所謂的 另外的眷村 內湖 或是說 呃 桃園 甚至各地的那個眷村都有 但是 唯獨 像 大觀社區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 過去的福利中心就被留下來 嗯 那 這留下來之後呢 就是複聯會也 複聯一村這些東西解散了 那也廢棄了 然後 隨即就是說 那個土地的所有權 就移轉到國家身上 嗯 對 那 所以在那一次颱風過後 複聯一村解散 然後移轉到國家 那個身上之後 整個 大觀社區 就變成國有土地的所有 那還有原來的居民是住在那個地方的嗎 就是他解散之後 居民還是持續的住在大觀社區裡面 就是說 呃 複聯一 那個 複聯一村 旁邊是複設一個福利中心 就是我們所說的大觀社區 那 那 這些居民 一開始的複聯一村那些軍券 它是被安置到其他地方去 嗯 那這些居民 都還是留在當地 嗯 所以有 有些就是從當時就是 合資招商買進來的老兵 或者說軍券 他是一直住在這裡 住到現在 嗯 嗯 那 所以他們解散之後 這個軍券 這個所謂的大觀社區還在 對 那為什麼還要被拆呢 就是說 呃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他 他 在 之後隨即就交到陸軍總 陸軍司令部 然後 然後 就是 歷經各經管機關 就是各個就是管理的機關 然後到了退輔會身上 嗯 那 那為什麼他們要被進行這樣子裁券的動作 其實這在於就是說 呃 過去有一個新北市的福州的都市計畫 嗯 他要針對其實整個福州地區 或者大觀地區做一個就是新市政的一個發展 嗯 那 那 主要就是板橋農家他那邊代表意義就是有點像是未來政策上可能要推的長照這個 這個東西 嗯 因為 呃 現在農家的入住率也低 嗯 那 就是 他現在可能要把它轉型 就是說 呃 變成 這些老房子 可能要把它拆掉 然後變成綠地 嗯 我們得志的消息變成綠地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長照中心 這樣子 嗯 嗯 那個城鄉移民 湧入到台北來 嗯 為了找找一個好的工作機會 或是說 希望能夠過更好的生活 然後來到台北 然後發現說福州這邊其實有一個這樣子的地方 然後甚至說 房價也比較便宜 嗯 然後就進行購買 所以才會去住在那邊 所以 大概我們的組成就是 就是也是一半是那個那個軍艦 就是過去沿襲下來的那些軍艦 然後 以及說一些城鄉移民來到台北 多半都是中南部的那些居民 嗯 他他上來台北在這邊深耕 嗯 他們也都擁有這個大觀社區裡面的所有權 還是他只是一個去 呃 租租的一個住戶 他就是說過去他 呃 跟跟那些老兵他去買那些 買這個房子 嗯 當時因為 因為當時其實就知道說 這塊土地的那個所有權 不是在他們身上 嗯 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但是 那個當時的買賣是建立在這個房子身上 嗯 所以很多人就是 花了自己的積蓄 然後或是說 或是說軍券其實也花了必勝的積蓄 去買這一棟房子 然後 以為自己可以長治久然這樣子 嗯嗯嗯嗯 所以 呃 當然我們會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產權可能就不是一個 直接去跟這個所謂的 呃 這個官方 或是原來的土地所有權能買 對不對 而是他事實上是跟當地已經在這裡的住戶 對 這個住戶可能是一個租賃的關係 對 那這個租賃的關係 然後另外有人又去買他 對 所以一部分是去買的這個租賃下來的這個房子 另外一個部分可能是原來住在這個區域裡面的人 嗯 那看起來這個所有權 實際上是有兩種嘛 一種是買下來的 一種是 呃 當然一個是間接買下來 一個是 呃 最原始的租下來 嗯 那現在這個呃 退府會也好 或者是官方他們現在要把這個國有地去收 收回來要去做 那時候台北要發展那邊叫呃 台北六本目 對 或者說台北華爾街 嗯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 呃 因為 那時候當時政府因為說 希望說這樣發展可以帶來幾億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回饋 嗯 所以想要透過國土清理活化這樣東西 然後讓 讓就是經濟發展更好 嗯 之類的理由來來進行破千這樣子的動作 那 華旺社區在 未來 就是說 當破千完之後 其實有些居民 呃 他 其實大部分居民他 並沒有得到良好的安置 嗯 只是說在於說他可能是低售入戶的狀況 或是說他可能是具有農民的身份 那個才會被農 安置到農家 或是說 呃 低售入戶來來進行就是 可能中繼住宅的安置這樣子 嗯 嗯 其實像這樣的安置 呃 過去其實這些中繼住宅的那個也是有期限的 不是說 你今天住到中繼住宅你就可以安心 繼續養 養 就是 火 繼續活下去這樣子 因為他可能三年就會要你說 哦 你已經住夠了 那這時候就可能要請你 去搬走 嗯 那這時候其實又面臨到一個破千的 我們又會認為就是說 他沒有居住權 受到居住權的保障 嗯 沒辦法很有尊嚴的活在這一塊土地上 嗯 對於所謂的軍方來講 他或是對於國家來講 他會覺得說 也有一部分 早期是給我們租賃嘛 對不對 那這個租賃事實上 那我們的合約已經到期了 或者是 呃 沒有到期那 可能我們要土地收回 那也許可以有一些補償 也許是一些安置 嗯 可是有些可能你是跟老農民買的嘛 對不對 那你也不是拿這個所有權 那你這個 是不是有一些違法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那麼 國家為什麼還要去安置這一批人 當 你說當時為什麼要安置 就是我剛才提到那些人嘛 主要是提到那些人 為了安置那些人 主要是 第一個他是有那個具有的身份 對 農民的身份 第二個是 那個主要是整個地方政府 他 他 他 能夠就他那個社福的 那個 提供的資源進行安置而已 對 但 但這些安置並不是全面性的安置 嗯 因為像 這種國有土地的案件 等一下大家可能會提到就是說 會有不當得利的問題 嗯 好 那那個 對於不當得利來說 就是 居民會 會背負的就是 巨額的罰款 嗯 那這句巨額罰款 不見得是說 讓他再離開這裡 離開這個地區之後 還可以好好生活 嗯 對 所以 你說那個安置 你當然是就 就以現在的社福資格去做安置 或是說這個嚴格的 社福條件去做安置 但是 這些人其實生活還是困頓的 嗯 對 他搬到其他地方 他不見得還會是過得很好的生活 嗯 所以在大觀社區也是面臨到同樣的問題嗎 對 就是沒有這些所謂的真正所有權的人 他也面臨到剛剛談到的 會被認為是一個不當得利的狀況 對對對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就在於就是說 有一個叫做國有公用 占用不動產 處理原則 嗯 嗯 那 那這個 這個處理原則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可以 政府機關 可以直接透過用訴訟排除的方式 嗯 透過民事訴訟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今天認定這個地方的財產權 是在於 官方身上 嗯 那我才不管你過去是什麼歷史脈絡 對 那個契約 那個東西我都不管 我只在於說 今天財產權在我身上 我就直接對你提告 嗯 那你這個東西是要返還給我的 嗯 對 那 因為這樣子的動作 其實 嗯 接下來這些居民 國有土地 在國有土地上 這樣有歷史脈絡的居民 其實通常都承受一件事情 就是 嗯 不當得利 就是不當得利 在於就是說 政府就把你冠上一個 就是說 你是違戰戶的 嗯 你是違戰戶的一個身份 嗯 我就 因為你是違戰戶 所以你必須要離開這邊 嗯 對 那 對於這些 對於這些居民來說 他不見得他 他不會認識到說 他自己就是違戰戶 因為他過去是 花了這些錢買下來 甚至說我過去是 跟複聯會合資照 這樣 嗯 住進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方式 對 那 對於面臨這樣子 不當得利 以及財務還地的 壓力 其實都 都 尤其是在於就是說 如果你 你地價越高的地方 嗯 你限制地價越高的地方 其實 你承受不當得利 會高到好幾倍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兩套不同的 下職或是兩套不同思維嗎 從這個國有土地 從國家的角度來講 你們這些人 其實當時我管理什麼樣的歷史因素 對不對 管理什麼原因 反正對我來講 你們就是一種不當得利 甚至會覺得是一種侵占嘛 所以我去跟你 透過所謂的訴訟 用民視的方法去告你 我要回我要的東西是正常的嘛 因為這個土地是國家的 對 可是如果從居民的角度 或是從製救會的角度 會覺得說 這其實是有它的歷史脈絡的 對 而這個歷史脈絡 其實當時的這批人 不管是 所謂的合作去招商 或者是在用 這個所謂的去買賣的這個關係 他們其實也是有它的原因 甚至 他們也付了一大筆錢 對 那可是到頭來 你知道我們說這個是違法 那對他來講 可能是情何以看 可是他的確是兩套不同的邏輯 不同的價值上面的衝突 那國家在面臨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處理 那他要像一般的 這種所謂的企業 或者是這些資本家 用訴訟的方式去做嗎 還是他有更好的方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討論這個話題 你好 歡迎收看這週的大圓仔報新聞 罹患思覺失調症的男子 王景玉 去年在台北市西湖國小附近 殺害四歲女童小燈泡案 社林地院在4月13號辯論終結 將在5月12日宣判 小燈泡的母親王婉玉辯論當天出庭表示 希望法院論罪量刑的考量 及判決理由 能回饋社會安全系統的建制 王景玉的輔助義務辯護律師則表示 依據鑑定結果被告罹患失覺失調症 並且有智能障礙 依照兩公約規定不得處以死刑 律師指出希望何一廷思考被告人 到底是病人還是惡人 不要判處死刑 並給予刑前治療 不過檢方主張王景玉 方案時辨識能力沒有降低 也知道自己的行為違法 而他的智商分數落在正常程度 與輕度智能障礙的邊緣 不能直接認定智能不足 因此能維持起訴時的主張 請求法院判處死刑 4月13號社會民主黨帶著兩隻豬腳在勞動部前演出行動劇 抗議勞動部扯勞工後腿 社民黨表示一粒一休上路後沒有聽到勞工受惠 反而看到勞動部擴大彈性供食範圍 又新增責任至適用行業 而且勞動部先前還說 7月一粒一休進入檢查期 有勞工檢舉才會進行勞檢 種種做法讓一粒一休名存實亡 勞動部則回應相關勞基法的勞動檢查 一直都有在執行 請求法的部分比較複雜 所以會先宣導再輔導 還是會勞檢 另外彈性供食的部分 原本勞基法就有 跟一粒一休無關 而責任至適用行業 一直都是動態調整 台北地方法院4月10號 針對2014-323-324行政院佔領案宣判 21名被告中被依傷或他人犯罪等罪名起訴的10人 包括學應領袖魏陽宣判無罪 但被起訴妨礙公務等罪的11名被告 則被判刑3到5個月可一顆罰金 本件判決沒有如同3月底宣判的318佔領立法院案 援引公民抵抗權的概念 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表示 本件尚有救濟手段 並不符合被告辨稱行使抵抗權反抗權 所必須達到的最後手段性要件 法院宣判後魏陽主張因全體無罪 私改會則是呼籲立法機關因政治集會遊行的意義 落實保障極有法不要用刑法打壓抗爭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香在剛剛我們看到的大元載報新聞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小燈浩媽媽的 非常語重心長的這樣一句話 因為延遲辯論題已經結束 那我想這相當程度可以代表他這一陣子 在經歷過這個喪兒之痛 一直到現在的整個心情整個過程 雖然這小燈浩媽媽有很多他的這個表現 跟社會大眾的期待是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這也是在某種在進行社會對話 跟社會不同的價值去進行一些退話 特別是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在看這個悲劇的同時 那第一個死刑是不是能夠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第二個除了死刑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之外 我們要怎麼去看到一個所謂的罪犯 或是一個犯罪行為它背後更複雜 更深層的一個社會因素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從這個角度 這個這個面向來好好的去做一些討論 去好好的去做一些思考 才能夠比較有效的 或者是能夠比較讓這個社會 更能夠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再次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要跟大家談的是板橋大觀社區的這個蔡千愛 我們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大觀社區 一致就會的成員鄭仲浩 仲浩你好 主持人好 現在大觀社區在4月10號的時候 其實已經面臨到第一波的拆除 那現在拆除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的拆除行動嗎 是 目前的狀況就是說在於4月10號那天 就是4月10號那天 它對於疑點交戶 一部分疑點交戶進行拆除 那當天的狀況其實我們在板橋融架 裡面也有開個記者會去說明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會去質疑今天 你今天對於大觀社區 雖然你今天是拆疑點交戶 但是我們看到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怎麼確保說在拆除這個疑點交戶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其他的未疑點交的領防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就是 這些居民還在努力去抗爭的階段 然後其實這個片面來拆除 片面來終止協商 以及說直接定下拆除的東西 這些東西是退府會 退府會在我們過去協商過程中 它其實一直都說它會緩拆 那它會就是繼續努力 就是說克服一些技術性問題 然後以及打擾居民訴求這樣子 但是我們看到是在2月 它直接發一個公文下來 它說4月多它要進行強制採除 第一波強制 第一階段的拆除作業 那6月還會進行第二階段的拆除作業 那我們可以看到4月10號那一波的狀況 就是說它就是對於第一波 對於大關社區來說第一波強制採除作業 那我們看到是說 大關社區被退府會這樣子 就是雖然是拆除一點焦的部分 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退府會是 已經沒有心在繼續來跟居民來 去協商 誠信協商 對 那你這樣的狀況我們更 所以當天的抗爭某種程度上也是 蠻激烈的原因也是站於這裡 因為居民會擔心說你今天第一個 你會破壞到領法的結構問題 還要隨便使用 而且的確又破壞了 我們事後看到說的確是你破壞了 那你當下根本沒辦法保證 我們社區的安全 以及居民的安全 那第二個東西 你這樣拆除的動作的話 表示說我們看到的是6月 今天只是拆除一點焦不會 那6月整體拆除作業 是不是就是即將到來的事情而已 對 那我們看不到退府會 願意在這件事情上去做努力 他只是片片宣稱說 他開了幾次協調會 然後他覺得他進了最大努力 他覺得他符合了居住權的條件 所以居住權的一些要求 所以他就覺得說他已經可以 他做了什麼 為什麼他覺得他符合了居住權的要求 退府會 他會去聲稱說他會安置的居民 那或者說 主要說他提幾個點 第一個是安置 第二個是補償 第三個是協商 那我就針對這三點來看的話 第一個 大家協商過程中 他是怎麼去 去對待大官社區 我們看到協商過程中 他還是不斷有一些小動作 對 如果你今天真心要解決大官社區這個問題 就 你這些小動作其實就不應該出來 譬如說 他會去逼迫居民進行點交這件事情 對 有些居民是點交之後才會 他會說他過去是被退府會所逼迫的 那我們也了解說那個狀況是 好像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博貝貝 他被安置到就是 那個新竹的農民醫院去 那他太太雖然沒有住在這裡 但是他們還覺得說這個房子 是他們的 他們過去所擁有的那個 跟那個歷史脈絡所擁有下來 所以他們也不會想說要交給退府會 但是退府會的官員 和板橋人家官員去到醫院 去找那個 那個老太太 老先生 住在醫院的老先生 去說 如果你沒有點交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法律的動作 然後 當然說居民面對這樣子的 對不認識法律的狀況下 當然會害怕 所以 這樣的東西 就發生了 就是說這些居民 這個居民他就進行了點交動作 對 但是 我們會認為是說 可是在整體大官社區 自救會的過程當中 那個階段是協商的 嗯 那你協商就好好協商 你為什麼要去做 也就是說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也用不同的方法 來去使得這些居民去進行點交 對 然後甚至說我們看到說 他對於 整體的那個拆除 那個招標工程 他已經發包出去 嗯 對 那我們當然說 知道說 行政機關 你可能會有自己的執行壓力 嗯 但是我們會認為說 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要好好 好好地來 來面對大官社區的問題 然後你本身你又沒有其他的 太多的那些 我們看不到 其實退伏會有其他更大的壓力 嗯 那我們看不到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 退伏會再沒有壓力 也沒有執行壓力的狀況下 李文仲自己也說 他他目前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執行壓力 嗯 對 那這樣的狀況下 為何還是要進行招標工程 嗯 對 那就是說 那如果大官事件 之後可能要解決 那你那些招標工程的那個招標案怎麼辦 嗯 對 在 剛剛講到4月10號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已經點交的這些房子已經被拆掉 對 那其實還有其他的居民也還是住在附近 對 那他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常常如果這個點交 不管是不是點交 反正有些房子被拆掉之後 事實上對於當地的居民那個 身心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也會充滿了很多的恐慌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的房子也一樣會被拆掉 對 對 就是說 現在目前就是退府會 或板橋龍叫他進行這樣的動作 其實就是某種程度上 他透過一直強化來 強化同一戶 拆除這件事情來對不同一戶進行壓力 嗯 對 那這些 像本身我們居民有些狀況就會認為是說 那今天退府會都已經強移到這種地步了 那 那是不是接下來就是我們可能6月的時候 就真的要去面對這件事情 對 那這就是 說實在 這就是退府會的一個手段 嗯 對啊 我們會看 可以看清楚說退府會通過這樣的方式 你慢慢的去把大官社會瓦解 大官社會瓦解 然後再來說最後也好像進行 最後再來一個合理的 好像就是說 這邊都拆了 那這邊好像也不能不拆 就全拆 對 那其實有些居民他的他的他的就是心理狀態 他會覺得說有些居民他他可能經濟狀況不太好 嗯 譬如說我講一個就是我們社區裡面有丁奶奶 嗯 就是他和他的他的丈夫是那個軍券 而是軍人 對 然後然後就是他們也是過去就是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住在這裡 然後然後就是說這個丁奶奶他就非常擔心說 他他如果這個房子被拆了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像丁奶奶和丁爺爺 丁爺爺爺是有具有農民身分 他可以進去農家裡面安置 嗯 但是但是因為丁爺爺他現在領的就是每個月可能有一萬多塊的那個 那個縫路嘛 退休金 那這些退休金其實根本不足以他們 他們兩個人可以同時住到板橋農家 嗯 頂多只是讓丁爺爺進去住 可是如果讓丁爺爺進去住 那丁奶奶有沒有其他的 的就是生活 生活的收入可以去支付他在外面租房子 嗯 或是說甚至他想要進去板橋農家 也沒有那個那個那個錢可以去進入板橋農家 嗯 所以所以 所以對丁爺爺 我覺得我覺得像我在接觸整個社區居民的過程中 丁爺爺爺常常就會提到說 那那如果如果如果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等於是讓我老婆在外面留一思索 嗯 那我不如死的算了 把這些錢留給我老婆 嗯 那我留我老婆 至少還可以在台灣 呃 其他的某個角落活了 還可以繼續活下去 但是即使我們知道這些故事 或者我們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很多的歷史因素 對 可是回到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所談到 在政府的角度來看 如果說我這個地方要做長照中心 那的確是有所有 第二個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是屬於非法佔用嘛 對不對 你們是這種所謂不當得利吧 嗯 那拆掉有什麼不對呢 或者是說政府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做了什麼 這個歷史的因素 政府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樣的責任 他必須要去承擔的嗎 那因為這個承擔 所以這些居民他當然更需要 更有資格 或者是應該有更好的安置 嗯 就是說 我覺得在大關社區 或是說甚至像這樣子 國有土地爭議案件 其實 我們看到的東西是在於 民事上的產權的問題的爭議上 但是應該說 政府看到的 它是民事產權的爭議上 但是我們看到的東西是在於說 今天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政府的責任其實是很大的 嗯 那這個政府很大其實 在於說過去政府 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然後這些大量的安置 這些軍券 然後在過去也沒有 一個適當的住宅政策 那去讓這些 這些軍券 或是說讓這些 這樣子的聚落 就是能夠好好 裡面的這些人民 能夠好好得到一些 在這個台北市 或是說 這個台北這個地方 能夠好好的住下來 嗯 那這就是當時 他住宅政策的缺乏 才導致說這些聚落 一直延續下去 甚至在城鄉移民 大量城鄉移民 進入 進入 湖州 湖南半島 湖州這個地區 也是說台北市一直以來 沒有這樣相當的住宅政策 來 就是 可以讓 容納這些人民 那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說 在缺乏這樣子的住宅政策 那 這些聚落 他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扮演著就是吸收當時 大量的人民可能沒房子住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去看 看這樣的聚落 他其實就是 疏解了當時台灣可能會發生的住宅危機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聚落的話 當時台北市或是說新北市 這樣的大台北地區早就發生的住宅危機 這其實跟我們看到很多的都市原住民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對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 可以看到在這個歷史的發展的脈絡當中 的確有很多類似 例如說當時的整個政策的問題 或是國家在產權轉移的過程當中的一些正義 但是最後的後果 就是由這些相對之下弱勢的居民來去承擔 那當然政府他必須有更好的政策 或是更好的方式去面對 或是對待這樣的一群人 但是類似的例子 恐怕也不會只有這些大官社區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國有體貨 或者是那個複雜產權的這個國有土地 它事實上也還是存在 最後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從一個政府的角度來講 如果我們要考慮到剛剛提到的那個 非常重要的那個歷史的因素 而且它某種也是一種公共責任 政府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可以去解決嗎 可以去處理這 接下來可能還是面臨到 一連串類似的這些案例嗎 主要就是說 目前那個 國有土地的這個政策上面 它其實 那個會對於說 它會去劃定說 各個許多區域要進行經濟發展 或者說 配合著都市計畫 它這邊要去做怎麼樣的規劃 那我們會認為說 今天你光是在進行計畫的制定的時候 或者說計畫的擬定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先考量到說 這一塊的地區是有它過去的歷史脈絡 那再來就是說 在看到說 這裡有歷史脈絡的時候 更應該說 不是說透過這樣子 沒有居住權保障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原則來進行 就是司法追殺 對 那我們看到是說 從過去這些國有土地的案例 政府它 就會透過這樣子的處理原則 然後直接對居民進行提告 進行輸送牌組 將 將就是說 這件事的爭議的場域 在於變成說 司法與人民上的對立 而不是說 行政機關你應該要來處理 你就把全部的責任丟到司法 所以 正現在這種退府會 或是過去華光那些法務部 其實他們最常談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三省定義的人 我們就是必須要依法行政 你們居民敗訴 就必須要承擔 這些拆毋環利益 不當得利的問題 對 那剛才除了提到說 國有土地政策 它應該要去納入說這些 在整個計畫裡面 你應該要去納入人民的想像 不是說你當時只是為了開發 或是當時只為了經濟發展 就忽視掉這些人民 它應該有尊嚴的活在這個土地上 那再來就是說 關於這些國有土地的法律 像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種處理原則 那這種處理原則 它就可以看到說 它在透過訴訟排除 它有給予那個機關有很多權限 可是它並沒有 就是有一個 我們也需要一個東西就是 真誠協商 或者說真誠去努力的去磋商 這種機制出現 我們看到是說 機關可以直接用輸送排除的方式 就直接把這個場域丟到司法跟人民的對立 對 那 就是從這個又回到說 現在目前 2009年有通過一個叫做兩公約的 一個這樣子的法律 那對於兩公約來說 這是居住權 它裡面就有居住權保障的問題 甚至說像這樣子 產權不清 就是說過去 具有歷史爭議的這樣的非正規住居 它是也一併要受到保障 你不能國家只是 單是用這樣司法認定的方式 就直接把它定為為贊戶 這樣是不對的 那你把它定為為贊戶 你感覺好像在執行的時候 好像就是很輕鬆很便宜 很便宜的就是要把它處理掉 所以你應該是要去重視說 這樣子我們如何 第一個層面是在說 我們如何讓人民在這個土地上 活得有尊嚴 第二個是說你在處理的方式上面 你不應該只是 為了便宜行事 透過這樣的輸送排除的方式 你應該是要更多 我們幾個原則的東西就是 你要是怎麼去協商 那配套處是怎麼去處理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應該要做的 你不能去說 現在法律上 法規上可能沒辦法突破 你就不去做 這是你政府過去 行政疏失 以及說政策沒有那麼的完善的 這樣下來一個責任 對 政府就應該要去承擔 這樣子的責任 我想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政府其實不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訴訟的當事人 因為政府它本身 它必須要去回應 它自己在過去的歷史過程當中 它所應該要的責任 它是一個公共的議題 而當我們變成是一個訴訟的當事人的時候 事實上會把這個所謂的公共的政策 變成是一種私有化 變成是我好像是跟你在訴訟 可是忘了你政府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重要的身份 我想類似的問題 恐怕這是一個最基本態度 政府必須從這個角度來先告訴自己 我其實是一個整個政策規劃者 我要去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 這樣才有可能好好的去解決類似的問題 今天非常謝謝來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希望我們下次有機會 能夠再繼續討論相關的 當然我們也會持續關注 所有的這個拆遣案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我們下禮拜 天空的眼淚 激光的時間 還在不見心 散在手中的心 不像是不見 心中的黑暗 趁為一隻一念 深處之一念 還有注意 我們下禮拜 晚餐 發生的